第一章 大鹏一招乘风起 睁开双眼 眼前那雪白的天花板 鼻尖那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 给赵玄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别人说你废物还真的没冤枉你 为了一个女人去跳楼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父母 耳边 一阵冰冷不屑的声音响起 让赵玄的眉头瞬间皱起 是谁 敢直呼他北冥先尊的名讳 等等 我不是恒天放在了吗 躺在病床上的赵玄 猛地直起身 他本是宇宙中的河道大能 称号北冥先尊 贵为宇宙四大主宰之一 在和自己 最信任的道友吴玉等人一起联合探索一位大臣天尊遗迹的时候 被吴玉联合他人一起偷袭诊杀 临死前 他自曝引爆整个遗迹 那等冲击下所有人都要魂飞魄散 可他现在分明感觉到 自己这幅躯体虽然若小如蝼蚁一般 可他确实是没死 睁开双眼 一个未着衣物的角色女子站在他身前 此时目光冷然厌恶地看着他 当赵玄看清楚那人的相貌之后 却是心神大振 苏兰 你怎么在这儿 当那个让他愧疚了五百年的身影 出现在他面前 以照选的心智都几乎心神失守 五百年前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败类 借着醉酒夺取了苏兰的第一次 苏兰对他恨之入骨 而他对苏兰也是不屑一顾 反倒是将全部心思放在了自己的青梅竹马的初恋女友 马明月身上 那时的赵玄并不知道 他一直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马明月和他提分手 他为了挽回马明月的心 从八楼跳下摔断了腿 可还是没能挽回马明月的心 最后在整个学校所有人的嘲笑中 狼狈地滚回老家 回到老家 更是被马明月一家嘲讽羞辱 当着众多人的面退婚 那时他受尽打击 躲在屋里不愿意出来 是苏兰出现在他身边安慰拯救他 最终他东山在岂 积攒下百亿家产 那个时候 马明月再次来到他身边 他不顾苏兰的劝告 毅然接受了马明月 投怀送报 接着他陷入了一环又一环的算计中 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身败名裂 直到那时他才看清幕后黑手 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算计 而他已经没有重来的机会了 他在一艘邮轮上一跃而下 还记得 那时候的苏兰一脸笑容的紧随跳下 他的眼中没有怨恨 只有坚定 他用眼神告诉赵玄 我这辈子跟着你无怨无悔 苏兰那最后的笑容和眼神 成为了赵玄五百年的执念心魔 他听说大成天尊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所以他疯狂修炼 只为挽回心中那一丝执念 吴玉等人的背叛 让他功亏一篑 只是眼前这一切 这又是怎么回事 赵玄 你还要继续装疯卖傻吗 我为什么在这里自己不清楚吗 你有勇气为了一个女人去跳楼 难道就没勇气去直视你自己吗 在我面前 还要维护你那点可笑的尊严 你还真的没辜负你身上这个人渣败类的名号 苏兰看着赵玄 嘴角满是讽刺 在她的双眼之中 有着冰冷的怨恨 有着不屑 还有这一词说不清到不明的复杂 现在是几年几月几号 猛然瞪大双眼 看向苏兰 赵玄整个人的身体都在颤抖 苏兰眉头一皱 心中对赵玄的厌恶更浓了几分 赵玄跳楼的时候 倍数给缓解了冲力 只是摔断了腿而已 现在反倒是开始装失忆了 如果赵玄坦然面对 她反倒是会高看赵玄几分 可赵玄这样的装疯卖傻 只会让她更看不起赵玄 看苏兰眉反应 赵玄挣扎着起身看向一边的监测电脑 随即身体猛的一颤 哈哈哈哈 大笑之间 赵玄的心头前所未有的畅快 所谓是 大鹏一招乘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重生一世 这一世 她要弥补所有遗憾 这一世 她要纵横披靡 让所有敌人都下地狱 优优独播剧场上